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曾小学 欢迎回到有问必答的环节 继续欢迎各位家庭观众 有任何股票问题 可以自电电话2线28-046-566 或把问题电邮到ASK-BS-Channel.com 这节的嘉宾请来郭紧解答各位的问题 郭尚你好 先和郭尚聽聽第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梁小姐 梁小姐你好 是的 早晨兩位主席 早晨 我想問一問 請教你們今日招股的中糧肉食1610 有沒有得找餐點兒 例如抽孖展 1610有中糧肉食控股有限公司 看到上市日期是11月1日 如果想部署這隻股份是否值得呢 郭尚 要看市場氣氛 其實中糧集團過去股價的表現 都是強差人意 但是當然是個別 這次如果你說市場氣氛稍微回暖 那就要說了 由9月9日到現在 市已經調整消化了6個星期 我自己覺得差不多了 做孖展有沒有效益呢 現在這分鐘難說 因為整個大肆氣氛 大家都知道 都是比較淡靜 但是呢 我就感覺到 這個所謂技術上的消化周期 應該都差不多了 況且11月下旬 深廣東要開的 H股股差價也好 怎樣也好 總是有些 投機氣氛是慢慢慢慢回暖的 如果你是說要申請一些的 我覺得問題都應該不會太大 我覺得是可以搏一搏 至於孖展呢 會不會有驚喜呢 那就要看了 直到現在這分鐘 除了一些 為內配售的股份 有驚喜之外 其他那些老老實實 是一般的 不過當然是為內配售的 因為沒有流通性 四號指 掛到四、五元都不能沽 那些我們不說 也不鼓勵大家去告追 但是 在一個情況之內 如果市場氣氛是回暖的話 你開出來 走回一段 比較好一點 我覺得這個也有些機會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在那一刻掛牌的時間 市場氣氛是不是已經是逐步逐步回暖 這個很重要 至於你說 孖展還是現金申請 這個要自己決定 因為到期市場氣氛 如果還是比較淡靜的話 我想你孖展申請回來 其實可能真的沒什麼肉食都不頂 近期的新股上市 大家也看到 有些在招股價正在阻礙水平 有些在招股價下面 慢慢慢慢走回去 你都需要時間 不是說馬上一掛牌 馬上有錢賺 要市場氣氛很熱的情況之下 才有這樣的勢頭 現在明顯看到 暫時還沒得住 謝謝郭Sir 小姐還有其他股票問題嗎 暫時沒有 謝謝 謝謝你 謝謝你 另外聽聽第二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劉小姐在這裡 你好 早安 早安 是 我問6881 我七個一毫九入 我想是 是什麼位置放 OK 好啊 6881 有些選商股 中國銀行 最新股價七個三毫結 升幅 歹近百分之一 劉小姐七個一毫九有貨 什麼價位可以賺掉呢 我想暫時等等先 因為近期來說 就看到A股這兩天 好像有少少湧上湧上的感覺 如果能夠進一步推升的話 一眾內地的捐商股 我覺得應該可以走回浸 比較遲養一點 一個月的高位是7.76 就算現在這分鐘 你不望7.76 你都放目標在7.5 左右的水平 既然買了就暫時等等先 做一些風險管理 整個月的低位是7.01先 不跌穿7元問題就不是那麼大 我想暫時可以等等先 相對你買入價現在都是很少 希望捉到6 就脫了一隻角 我想暫時來說 先觀望 看有沒有機會上到7.5 如果去到7.5 如果去到7.5 在鎖水平 目標價再看看 上一個月的高位是7.76 部署上是矮仔上樓梯 慢慢逐步去看 好啊 劉小姐是否還有第二條股票問題 有有有 3.94 我3.95 上次一下子沒有放到 9.34是嗎 是 9.34 多少錢有貨 3.95 3.95 就算他一下子沒有放到 被他走了 明白 好啊好啊 9.34 還有一個 等一下再一隻來 好 先說9.34 9.34 中石化管得 最新的那架3.95 升幅2% 3.92 有貨 現在應該怎樣補處 是呢 那麼業績就平平無期的 中期呢 是賺了5億1千3百 萬跌了3% 不過呢 中期息就派多了 那麼 刺激的股價呢 早陣子曾經一度 湧上去4.14 那麼這個呢 就我想沒有太大驚喜的了 那麼現在這一分鐘呢 要留意的就是 股價一輪壓下跌 曾經跌穿10天線 現在呢 輕輕捱回到10天線 在阻礙水平 那麼 暫時的阻力呢 是在3.94 來買入價 其實呢 就升升跌跌 都是 是細幅度的 不過 你說早前去到4.14 4.15 沒有走到呢 就真是可惜少少了 那麼當時 如果你的設置賺位 應該放在4元吧 不過4元跟你3.95 你根本上賺不到多少錢 那麼索性呢 現在呢 暫時等等先 因為只要去升多1毫子 不單止10天 20天 連50天線都升穿了 都其事 又看回上去4.05元 4.1元 暫時的看法 都是比較中性 我又不覺得會大跌 不過要大升 似乎都不是氣候 上上下下 都是1、2毫子的波幅 等得到 他就等等先 好啊 劉小姐最後一隻股份 是哪一隻 11 17 我 3.11 1.11 17 是 1.7毫3 買的 是 好啊 現代木業最新股價 1.6毫8 3.4 沒有升跌 劉小姐1.7毫3有貨 現在捱少少價 可以怎樣部署 國上 輸贏都不大 是的 放低指示位 1.6毫3 這是一個星期的低位 跌穿1.6毫3 指示算數 如果純粹短炒 因為近日股價 在1元左銀升到現在 已經升了很多 短期的阻力 在1.7毫4到過8 暫時來說 又不會太大的驚喜 讓你看回走勢 1元左銀升上來 升了很多 所以1.7毫1.6毫3 一跌穿了 輸了算數 就算1.6毫3不止蝕 1.6也要止蝕 一再穿 下一個支持就落到1.4毫半 三幾個先上上落落 自己看緊一點 還有在高位買 1元上來升了6毫子 小心點 1.6毫3止蝕 跌穿了 好啊 多謝劉小姐的電話 也謝謝郭Sir 最後再和大家跟隨大市的表現 恆指最新跌17點 暴23,376點 國企指數9689點 跌30點 帶市成交223億 跟著和郭Sir說一隻股份 有398 中車時代 公佈了9個月的業績 順利19.06億元 人民幣安寧跌1.4% 見到這隻的389 公佈了業績之後 跌了5%左右 最新報39.1 是不是份業績都有點強差? 首三季的純利就沒有跌 其實大家都知道 首三季的很多行業 似乎來講都是原地踏步的 包括基建相關的項目都是 但是來到現在這一分鐘 以往績來講 股價已經落到13倍的市盈率 相對一年的高位52元來講 已經不見了 點折三分之一 就算業績稍微偏差也好 多少已經是反映了 這個很老實講 近日來講 持續都是整顧不戰 我想暫時的阻力 是4.25元坐水平 應該沒有太大的驚喜 謝謝郭Sir長順的分析 節目時間差不多 先和你做新報 剛才提及股份或指數相關資產 你有沒有持有? 沒有的 謝謝郭Sir長順的分析 我們先休息一會